欢迎收看大而化之 这个星期大陆的新闻几乎是被G20抢占了所有的版面 不过仅仅抓住中港台眼球的却是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所以这个星期大陆新闻周记 我们要带大家从香港开始谈起 香港立法会的选举结果出炉了 结果是这个曾经参与民运或是我们讲社运的人士 抢占了议会的许多席次 这对未来的香港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这是小赖哥哥要跟大家说的 这一次香港的选举它一共有70席改选 那直选的部分有35席 最后的结果是建制派拿到了16席 比上一届掉了1席 非建制派拿到了19席 也就是本土派加上青年派 一共拿上19席 比过去要多了3席 应该这么讲 如果是从直选的结果来看 我们会发现年轻的选民增多了 可以这么讲 就从当选的席次 当选人的背景来看 你就可以发现年轻化 然后许多老将就落马了吗 这次香港立法会选举 你可以发现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选票的投票率创新高 它一共拿到了58% 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愿意走上街头去投票 这次是从过去的战中到雨伞运动到今年的旺角暴动到新界东的改选 你会发现每一波都有很多年轻人走出来 所以这一次会有很多年轻人走出来 主要有两个 就是过去在立法会当中建制派太过于偏向政府 然后泛民派呢 就是过去的老的泛民派 动不动就拉白布条 所以变成叫拉布党 所以老百姓既不喜欢太偏向政府的保皇派 就是建制派 他也不喜欢动不动就拉布的拉布派 所以年轻人就变得很有机会 再加上这个雨伞运动之后 有很多年轻人觉得最好的方式改变这个社会 就是要自己站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有几点的意义 比如说像这个赞成自决 或者是暗读的这种人选很多 比如说像热血联盟的这个郑松泰 青年县政的新政的这个游慧珍跟梁宋恒 还有这个仲志系的朱凯迪 罗冠聪跟刘晓丽 尤其是罗冠聪只有23岁 他最年轻啊 只有23岁 他是跟黄之锋那个时候一起出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当这些人走进了这个香港立法会 香港立法会的声音会更年轻化 那总而言之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香港立法会 如果是从北京当局来说 应该是还蛮稳当的 就是会吗 可是北京当局他不会觉得有点担心 因为如果说这些从社运 街头运动起来的人 他可以进入那个立法会 那代表他们当时所倡导那些战争的理念 其实是打动了香港人 这对那个中共来讲应该是该担忧的事情吧 你是从票数来看 就是建制派他伦稳拿到了四成的票 换句话讲说也有人说就是中联办的配票非常成功 就是包括像民建联或是工联会 他们拿到四成的票这是稳稳当当的 另外六成的票是泛民自己去分出来 本土派跟青年派 所以你又从票数来看 他们并没有失票 但是你如果看这个组成的结构来看 老一辈的泛民派有的被淘汰 有的没选上 像梁振英就很开心的讲说 谁反对他 然后那个人就没有当选 但是你会发现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赞成自觉的 大概有六七席进入到立法会当中来 这代表将来的立法会当中 也会有这些年轻人 包括赞成自觉的声音在里头 将来的 因为这一次的话感觉上面的话就是 刚刚就像小赖刚刚提到 就是过去一连串的一些政治运动 好像激发香港年轻人对政治的关心 过去很多人讲说 香港人的话对政治是比较冷漠的 但这次除了说 他的投票率创二十年来新高 近二十年来新高之外 好像手头组也高达三十万人 那这些年轻人的话 他们其实对于香港未来前途的看法的话 可能大概是比北京比较不乐见的 所以这样的结果的话 尽管对于整个立法会的那个 大的态度 还是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因为就是一席的增减这样而已 但是那种趋势的发展 我觉得大概是会让北京最担心 那立法会是这一次嘛 那明年还有一个特首的大选 所以其实是这样 你看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香港人 香港年轻人期待变革的心 然后也普遍接受到这个社会的拥抱 还有本土意识的抬头 对 然后但是你也看到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过去这些事情也曾经在台湾四十年前发生过 比如说投票站突然停电 开票过程当中突然停电 然后有这个票站的主任 把票箱一整票 一整箱的票搬回家 是 然后上面是封条是没有封实的 另外还有选民是用这个 选民是用身份证副本投票 另外还有的这个投票站 明明已经开完票 他公布 他并不会公布结果 所以这些都让很多的香港民众觉得 起疑心 对 这个选票其实还有很多疑云站 其实还有一个疑点 我也看不太懂 因为香港这些投票 香港投票是到晚上是十点还是十点半 十点半 然后可是事实上就是 整个投票 有些开票 不是投票 有些到半夜才结束 因为就是很多 说很多还在年轻 年轻人还在排队嘛 是 所以就得让他们投完 可是如果是按照台湾的话 就四点半到 就四点半到 就不能再投票了 对 但是香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规定 你明明规定十点半要结束投票 但是你可以投票持续到半夜 这也是很有趣的投票现象 另外还有像这个上德站 他是后来点票的时候 发现票数比他发出去的票还多 对 不过我觉得还好 虽然他产生了那么多 起人疑斗的地方 可是至少他还 对于选举的结果 大家好像看起来是接受的 他没有产生太多的那种动乱之类的 你知道在香港的青年网友他们就上网去说 梁振英执政这四年来最大的成就呢 就是凝聚的民心 化玉伯为干戈 因为逼大家不得不站出来 你在讲反话哥哥 这个是香港网民的心声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有四成的民众的投票 他是离开建制派的 大家可以仔仔细细观察 看这些我们广泛的讲 这叫非建制派的势力变得比较大 取得比较多的席次 具有否决权之后 未来对香港立法会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当然香港的选举正在发生的期间 国际的媒体把焦点 通通都是放在杭州的G20 不过我们今天带大家看G20 要从晚宴开始看起 G20文艺晚会上 有张一某操刀的水上表演 最义是杭州 不负众望 以磅礴气势征服各国元首 尤其天鹅湖的桥端 芭蕾舞者在水上旋转跳跃的高难度演出 让观众各个看得目瞪口呆 像这样一台演出 实际上是国家的软实力的一个体现 也是国家的一个名片 等于我们请贵客到家里来 对吧 让他们看我们这样一个表演 表示欢迎 表示庆祝 我觉得今天晚上是完美的 除了应得盛赞的大型表演 来到杭州 不能不提美味的杭州菜 晚宴上的经典菜色 像是龙井虾仁 西湖醋鱼 蟹粉小龙 融合了当季食材 带于保留原味的烹调技法 再次经验与会贵宾 因为杭芭蕾呢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基本上总结了四句话 一个呢 悬料讲究 制作清晰 口味呢 清鲜爽脆 因此而已 G20峰会高压紧张气氛下场外的精彩演出 汉美时 难得让严肃的国家元兽们露出轻松的一面 也展现出中国大陆对自身文化的骄傲 这一次G20的晚会可以说是聚力万钧 而且是气势磅礴 张艺谋的晚会的确把这个G20的会议带到高潮 不过说实在的像我们这些老大陆 经常已经看了这个印象刘三姐 印象李江跟印象西湖 再来看这一台G20的晚会 坦白说我觉得亮点只在天鹅湖 因为天鹅湖它的确是结合了这个高难度的艺术表演 以及数字屏幕的变化 不过它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不错的 因为我看大陆媒体的报道 他说连德国的总理还不时拿起手机来拍照 没错 没错 因为天鹅本来就是西方的东西 在德国不晓得演出了多少场 然后俄罗斯的普京应该也看过不少场 但是能够在中国而且在水上 那个芭蕾舞鞋是在踩在水上 而且你可以听到出那个踢水的声音 上面有数字屏幕可以倒影舞者的舞姿 你会发现是在天空上旋转 这么曼妙的舞姿在其他地方一定没有看过 所以我觉得它的确是有创新 但是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跟过去的张艺谋的演出来说 印象系列的气氛还是太浓了 然后那种群舞那种合唱 还有这个我和我的祖国梁柱 我觉得都没什么亮点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次非常用心 整个的这个大荧幕在拍摄这个G20文化晚会的时候 它是用空拍的方式去拍的 而且 这样才可以看出它的气势 整个那个场面非常大 然后那个镜头也是 它应该放了有几十组镜头 在西湖各个角度拍 的确是把西湖因素 杭州因素跟中国美丽的传说 通通都放进去了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获利者是杭州 就是他成功的把杭州这个漂亮的名片 介绍给全世界 它的城市形象 没错 大家都晓得 当然对杭州的旅游跟杭州的经济 会有大大的注意 对那除了其实 刚刚看到那些印象的系列的表演 还有就是杭州美食之外的话 其实杭州这一次的话 他很懂得行销自己还包括 因为大家知道说 大陆最大电子商务的公司阿里巴巴 他总共就在杭州 所以他也在那个这次的话 就是很继续演绎他 就是有关于他无线网络的应用的 我们已经谈过了 就是你用一只手机 你可以怎么去实现 你的各式各样生活的消费 搭车等等的话 也在这次的话 趁着有那么多记者来的话 在现在面前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看到一个报导 讲说因为大陆现在 也在积极推新能源汽车 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话 也是包括就是 接送一些记者 都是用全电动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杭州跟大陆 其实很懂得利用这一次的话 在世人关注的 有那么多记者来的时候的话 跟大家展示说这个杭州 杭州的实力 对除了软实力 就是文化那边软实力之外 还是经济方面的一些 新科技跟网络科技 跟互联网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应该是来自于马云 他在那个G团体上面 他的倡议列入了公报里面 对因为马云的话就阿里巴巴的话 现在他的那个电商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他现在已经跨出中国 他应该是去年把他提出的口号是全球买全球卖嘛 那他过去年当中据说他走了30个国家 一直推销他提出来一个概念 EWTP 那这个简单讲就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过去这很长 应该讲二次大战以后 整个全球的贸易的话 规则的话 就以前前身GATT嘛 对就是美国领先那些方国家 来制定跟你讲说 全球贸易要怎么走 对那现在的话 就是电子商务这个时代的话 大陆其实很明显走在前面了嘛 没错 尤其是马云 所以马云就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简单讲就是 他们希望能够在电子商务时代的话 就是领先去制定一个规则 换句话讲说 他们希望制定互联网游戏的规则 游戏规则跟商务的规则 就等于说WTO的2.0版 电商版 对你看这次G20 我看那个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 就跟马云互动非常好 也去参观了阿里巴巴总部 然后印尼的总统 还把他聘为特别顾问 这个是马云 之前被英国首相聘为特别顾问之后 第二个被聘为顾问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G20 它充分的给马云更大的舞台 也让中国大陆的互联网金融 跟互联网商务的实力 让全世界看到 不过那个哲宏可能要跟大家讲一讲 到底什么是EWTP 他到底可以为大家做些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现在的话 按马云的讲法 现在全世界的话 整个贸易的话 过去二三十年的话 大概只在为全球大的贸易公司 或企业在服务而已 那他曾经讲到说 一个就是数据讲 现在目前全球的话 大概有90%的贸易 是由6万家公司在掌控 所以等于是你一些小的企业 或者是你一些个人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参与 融入到那个国际贸易当中 全球化当中的话 你看到最大的收益者 还是那些大企业 可是我透过网络的交易 难道不可以躲开这些壁垒吗 对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是 你可能比如说你要看买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国家的东西的话 你大概只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买的 你不能全世界都买 因为很多国家受限到就是 你电子商务的是不是方便 然后通关检验检疫 就货物的通关检疫 对 还有就是物流方不方便 因为过去的话 大的贸易公司 他可以走那个有报官行 他可以自己订海运等等 但是你这种小额贸易的话 你落实到小企业跟个人 甚至个人的时候 比如我是一个农夫 我要把我的柚子卖出去 或者什么产品卖出去的时候的话 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马云就希望 把他在大陆市场当中 运用的那些电子商务化 很成功 就天猫那些的话 很成功的 今天淘宝很成功的经验 能够运用到国际上面 让整个 就是电子商务的 那个跨境的流通 能够更加便利 那他其实在 过去年 一直在游水之外的话 他在9月3号的那个 B20 就是会前的会议 会前会 对 就是一个 针对那个主要是商务的 他就有一个发表演讲 那他最后 是成功把那个 刚刚我们刚提到这个 EWT 对 差点忘记 EWT就是整个纳入G20的那个 崩会的共识当中 共识公报里面 他在第30点当中 等于是他取得了一个 一个一个进展 对 就是他的未来在电商的这种 游戏规则里面 是 他就取得更多的那种主导 所以你看到那个 WTO的秘书长 也第二天的话 就是会议结束第二天的话 也到那个马云 就是他们阿里巴巴总部 去拜会他嘛 然后跟马云讲说 他希望在这个领域的话 能够跟阿里巴巴 攜手合作嘛 他也怕说 这个领域的话 真的变成那个电商 W2.0版的话 就是整个话语权被拿走 就被他主导了 是 那其实杭州这几年 我觉得不止杭州 就整个中国大陆 在互联网的发展上面 整个互联网产业 越来越发达 包括他现在 包括我们在讲 公司的市值 在过去都是靠 国有企业 独大 是龙头 可是最近也改变了 对我们刚刚讲到 阿里巴巴是大陆 新经济的一个代表 那另外一个叫腾讯 那腾讯的话 是这个星期一的话 他股价又攀上高峰 所以他 礼拜一的话 他已经成为 因为股价高 所以市值就跟着高 他礼拜一的话 已经成为就是全亚洲 不是全中国 而是全亚洲市值 最高的一个企业 所以他超过阿里巴巴 跟中国移动 对阿里巴巴 以前在刚上市的时候 应该是2014年 刚上市的时候 他一度 一度是股王 可是后来 因为他股价曾经下来过 那现在 最近这几天 又上去了 所以他那个 宝座让出来 那现在是腾讯拿到了 那我们看过去的话 就是亚洲市值最大公司 大概是中自北的 比如说中国移动 中国石油 中国工商银行 这都是国有企业 所以我觉得腾讯的话 他整个的话 成为亚洲市值最大公司的话 他代表几个意义 一个是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新经济之后 另外是民营企业的崛起 那他12年间 就有分析师计算过 他在香港上市12年 他的股价的话 涨幅会超过320倍 所以相当惊人 就比恒生指数涨得还要大 对 那今年的话 他今年这一波 9月之后这一波涨幅 主要是因为 他之前公布一个财报 他今年上半年 他的营收跟获利的话 成长率都超过市场 我觉得相当不简单 相当不简单 因为公司的成长 可以超过市场 对 因为他试了好多种 那个方向嘛 所以最后他抓到手游 手游这一块 让他找到了 真正属于他的方向 手游是一个 那另外我觉得 他还有一个很强的话 就是他那个微信 微信他衍生出来 很多庞大的商机 没错 那以前大家都会想说 都会笑说 就是微信有市场 是因为大陆封锁脸书 但是今天的微信的话 已经不只是脸书的概念 他融合非常多的 那个元素在当中 而且他有很多创新 是脸书所没有的 他有很多功能 是脸书没有的 这个我们必须 要赞许 这个腾讯 他开发了许多新的功能 把互联网的境界 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对 所以我觉得百度跟腾讯的话 原本大家讲BAT 但是那个 百度的话 三分天下 对 百度的话最近感觉 就是因为 之前那个 自从魏泽西事件之后 好像就一蹶不振 就网络广告的问题 对 结果就有点被 对 受到影响 对 但是阿里巴巴 跟那个腾讯的话 我觉得他在 未来的话 再继续引领 中国到在网络经济性 经济性方面的话 我觉得很值得关注 尤其他们有什么新的概念 新的发明 换句话讲说 二马打胜了 打败了李彦宏 对 就原本三雄鼎立 变成是双雄了 双雄鼎立 可是你说 网络创造了很大的商机 让中国的那种产业 更有活力 对 可是相对的 我觉得网络越是方便 越是让大家的生活 带来一些危机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是那个大数据的运用 大陆很懂的运用大数据 对 最近又有一个 大数据的运用 我觉得是还了 富士康清白 某方面是 因为大家讲说什么 齐得比一早 然后那个下班比小姐晚 没错 就发现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大陆一个 应该现在已经是最大的 那个打车软体公司 就滴滴 滴滴 因为他之前病了Uber 没错 那他就利用大数据的话 他分析几个 广东地几个大的公司 步步高 然后美帝 然后还就是什么 就深圳那边 好几个工厂 对 然后另外 当中的话就是 特别提出来 就是那个富士康 那他发现 没有错 富士康的公司 员工的话 就是大数据分析 因为你大数据分析 就是你第一打车软件就是网约车嘛 没错 你叫车的话 就是什么时候上车 然后上车地点 下车地点 什么时候下车 他都有记录 对 几点几分 在什么地点 对 那他分析出来的话 就是那个 富士康的话 最早上班没有错 但也最早下班 可是我关心 倒不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就是 你看哦 他可以分析这样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数据的话 因为大陆现在网约车太普遍了 多数人就是你看很多人都用网约车 那如果这个数据跟政府合作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要担心 第一个 你的行踪会曝光 比如说你企业的话要查说 你这个公司是不是超时加班 没错 你把资料调出来 就可以看出来哪个公司是需要进行勞检的 是 大概蛮准确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 常干坏事的人大概就会小心 你要不要再做那个网约车 因为比如说翘班的话 很快就被抓到 迟早早退啊 或者是比如说干坏事啊 对 你就很容易被抓到 所以我觉得大陆民众话对于这样这种 比如说我用滴滴打的时候 我有允许他应用我的数据吗 对 那可是大陆现在这种大数据的话 我们在下载APP的时候 他都会说你接不接受他的条款 然后大家都不仔细看说好 接受接受接受 所以你的很多讯息就会这样子曝光了 其实不只是那个 你网约车的话 你可能个人的行踪 你的习惯都被收集起来之后 有心人要拿的话就绝对拿得到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微信的话 其实微信当中的话 包括你的对话 或者你用微信的话 去消费啊 之类的话 也都会被记录起来 还有你在上面的贴文跟发言 我觉得这个就会被那个什么 被有心分子拿去 你看尤其诈骗 那么多 对啊 这可可怕了 小孩个个就要跟大家讲 那个清达教授也被骗了 尤其是个人信息的外星 最近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 被人家一次性骗了 一千七百六十万元人民币 相当于八千八百万新台币 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这个这个事件就让很多网友会有几个联想说 第一个教授为什么这么有钱 第二个教授为什么这么好骗 第三个是这个教授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漏出去的 第四个是银行怎么可以让这个这么多的钱一次性全部都汇出去 因为大陆的银行有严格规定 他一次只能汇出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那你必须要去银行零贵办理 才能够去解除这个限制 所以他应该是已经去办过解除限制 才能够一下子把一千七百六十万 不过他是因为刚卖完一套房子回到家 就拿到那个钱 就接到那个电话 对 就是为什么讯息掌握那么精准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 为什么那个信息会这么巧 上次我们跟大家讲了 不是有一个山东林仪的那个女学生 他其实会被骗是因为前一天他才接到的 政府部门跟他讲说给他讲注学金 结果隔天他刚好接到讲同样内容的 他就让大家相信了吗 对没有防备你就相信他 所以这个话我觉得你除了抓到那个诈骗分子之外 我觉得哪些人把民众的一些相关信息泄露出去 这个也应该要查 我觉得这个房屋仲介还有这个银行 必须要非常彻底的测查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把个人信息会漏出去 经常是这两个部门 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就会问说 这么傻的人怎么能当清华大学的教授 然后第二个是这么傻的人也能够挣到这么多钱吗 还有这个骗子应该是北大 对 这个骗子应该是北大 那好快 但这个笑话背后我觉得有一点政治遗憾 就有能引设某些人是北大或清华 你不要笑他的胖 他要让我讲 自己不讲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